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为何期待听到王一博制作的嘻哈音乐如此令人兴奋 可以说 王一博的嘻哈舞在真正上电视之前就已经走红了 自从正式推出嘻哈以来 人们一直在猜测王一博以后是否会再次穿上这件衬衫 自从最近尘埃落定后 粉丝们现在已经可以松一口气了 现在他们又可以欣赏到库葛的闪现了 甚至有人直言不讳 我只是王一博的嘻哈 也是会员 双引号 那么为了说明王一博的嘻哈音乐 为什么值得我们期待 妙珠就应该去看看他的一两首歌 1.美丽 谁敢大张旗鼓地宣布 我根本不求王一博的颜值 我要的是他的才华 对此毫无疑问 谁会做这样的事 你是个诚实的骗子 你是一只喵喵叫的猪 根据一句古老的谚语 每个人都渴望美丽 更何况是五十奔跑的燕欧时代 谁能忘记 王一博是谁 身姿轻松 面如玉冠 皮脂如枝 动作如风 以颜值出名的顶尖炎王在此展现 背着一指 背上麻袋 再加上大家儿子天生的高贵和不为人烟火的冷漠疏离的态度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一个适合引起注意和舔狗幸福的地方 2.在专业上 王一博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实力 让我们在人们的记忆中脱颖而出 除了他惊人的美貌 王一博之所以能够打下扎实的舞蹈功底 是因为13岁开始的留学经历 以及在地下室挥洒汗水的练习 他身体的协调性和节奏感已经不可思议 表现在他的每一个动作上 那么我们应该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的胳膊和腿 像风化的木头一样僵硬 看看他们是如何设法生出同样的个体 诧异如此之大的 不仅如此 王一博还拥有非凡的舞蹈能力 以四阶为例 他不仅跳起了自己的老五 还锁定在夜阴身边 想着想着 喵猪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句 王一博的舞真丝滑的广告标语 流畅 自然 不羁 连面部表情都符合身体的节奏 就像一只快乐的小蓝精灵会做的那样 但是 如果没有叶大师在开幕前的最后15分钟陪伴 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活动结束后 嘻哈大师们抱怨他们所有努力练习套路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并不奇怪 此外 王一博的职业风范 在他对嘻哈的观察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人能如此坚默 简言慎行 这真是令人惊叹 同时 他的评论又能如此轰动一时 云雾缭绕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力量 考虑到每个人都很忙 为什么不花点时间观察最专业的人 因为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执行最专业的任务 能力 3 图案 毫无疑问 王一博保持着嘻哈界最年轻的记录 但是 像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却没有虚伪 赢得了许多大人物和神明的尊重和信任 比如王一博对尼尔森有好感 韩庚也被这个奇葩的大神所吸引 乐化哥得知王一博的真实意图后 拍下王一博恋爱时的照片 并表示 我要早点说 以直接的方式 如果您愿意 请与我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意外情况 尼尔森被迫结束比赛 返回中国 男人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 为了寻求慰藉 他撑在王一博的肩膀上 为全国卫视的观众上演了一场表演 不 虽然王一博的肩膀不是你想信任的地方 但你当然可以选择 而我要做的就是依靠 仅此而已 王一博与年龄的巨大不匹配 无疑让他出现的位置大放异彩 他有做大事的胸怀 做大事的能力 而且为人正直 这是对他实力的补充 在镀金时代 他被认为更有价值 正如他在河南的救灾工作 耐克的合同终止 以及20的免费推出一样 如此大规模 大赶的事件 不是普通人 二等人 甚至是三等人 类人未必能够完成 即使这一切都发生在西哈时代 人们的感情也会被转移和改变 人们在场下对他的尊重也会变成场上 对他的欢呼 4.噩梦 可以说 王一博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 正在拼尽全力将自己的爱发挥到极致 西哈排练现场 王一博作为一波王宅的领头羊 双手完全收起 动一动就能搞定一切 但他对舞蹈的热忱使他成为第一个上舞池的人 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他经常在午夜下班后离开俱乐部 并在凌晨返回工作 除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付出很多努力之外 他还能够独自处理一切 为了提供最好的舞台效果 他敏锐地发现灯光角度不对 与导演和剧组反复讨论 直到满意为止 为了避免水上舞台出现人员伤亡 他连夜未雨绸缪 让我们同时震惊了水上舞台的美丽爆炸 这点更让我佩服王一博提前谋划 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包括那些敢于梦想的人 这句台词和我有关 那么王一博这个怀揣梦想四处走动 一路上取得娇人成绩的追梦人呢 不应该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考虑吗 5. 惊喜 好奇心是影响全人类的问题 是刺激大脑皮层的驱动力 王一博的舞台总是最大限度的 唤起人们的想象和关注 因为即使没有意外 王一博的舞台上 也多半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时刻 考虑直接选择过程的情况 站在三阶的王一博 假装手里拿着的重要选拔毛巾是北京烤鸭 用鸭腿到处炫耀 四阶 同样的选拔过程 被王一博变成了大型的社会死亡现场 舞者 注意做女舞者 在王一博面前拼尽全力 但库克在他面前拿着一本书胸口 仿佛他是一位克首富道 足不出户 笑而不露牙的淑女 四阶同样的选拔过程 被王一博变成了大型的社交死亡场景 然而 我们同时代的唐僧王一博 却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你的去化妆了 双引号 可以断言 任何有王一博的地方 一定是奇迹的孕育 意外的源头 他从不按规矩出牌 好像他的字典里只有两个字 破 打破每一个规则 反驳每一个常识假设 然后让他重新解释一切 你不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到这么多的人群吗 鬼不信 让我们注意到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王一博 我们对王一博的期待 其实是对曾经拥有但最终被真正的鸡毛所超越的美好回忆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历过的一种热烈而艰苦的过去 但现在他已经被生命的血液浸透了 纪念一个经历了很多的年轻人 相反 王一博的期待是期待一段自己的经历 一种历史 一种对能够做自己的致敬和尊重 无论经历成败 都能做自己 王一博化身洗车小哥 路透新造型回归经典 帅哥在任何环境下都好看 喜欢吃瓜的年轻女子张小涵 是路透社这篇报道的主题 在这组电影中 王一博的洗车服由宽松的工作服和一件灰色的继续组成 王一博把头埋在兜里的样子 真的是一副惹人怜爱的样子 有趣的 唯一可以说的是 王一博穿这身打扮 依旧帅气迷人 至少在我们这些负责他颜值的人看来 基本可以看出他就是王一博 因为他留着基本的短发 五官也暴露出来了 但他还是一副青春洋溢的模样 王一博选择了短发 将年轻的外表发挥到了最大的潜力 在一个外表出众的人身上 这是青春活力和青春气息的集中体现 自从这部作品开始制作以来 直到今天 他在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一直在稳步下降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官方微信宣传如此火爆 从出道到后续发展 很不幸 但我相信这部电影也适合这个场合 一个字就是激动 这是一部带有清洗剧元素的作品 也是一部非常专业的艺术品 获得了众多hiphop界推崇人物的合作 一位嘻哈舞者就是其中之一 而主要演员王一博就是其中之一 可以将其描述为按订单生产 各家路透社也多次尽自己的一份力来 满足公众对这部剧的期待 这部剧是王一博所有作品中最具路透社风格的剧集 尽管很多人声称不相信路透社 事实上 没有必要对这张路透社照片的发布大打出手 尽管过去公开了大量背景资料 但可以看到王一博穿着奥特曼舞西哈舞 表演地板动作 风车似乎完全不相信 转世的外卖小哥和一群网友 为了完成分配的任务 从一个美食街的摊位跑到另一个摊位 这一次 他以洗车小子的更加极端的表现形式出现 他以一种给人一种被压倒的印象的方式 以一种更平易近人的方式描绘了行为的真实性 谁的梦想不是源于脚踏实地的生活 为自己着想当你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 你必须弯下腰,偷偷摸摸 话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对王一博的喜爱已经超越了维持形象的阶段 毕竟,他通过脱离群体的能力建立了自己的信誉 得益于西哈的光芒 流量的枷锁已经得到了解放 他的作品表现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王一博在路人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得到了官方媒体的认可 得到了主流的大力支持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发展潜力 如今的王一博 其实在有意识地降低自己的名气的同时 也让大众对他的颜值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相反,他的声望越来越高 他做事的方法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普遍 与其他不时出现的许多无效热搜相比 王一博每次被发现都是最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 尽管过于具体 但他的良好声誉已经为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王一博是一个人,一个人就能成功挽回一大批追随寒流的人 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很久没有追星习惯,但最近又开始追星的人 除此之外,他还是当今年轻人可能会仰望和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一个在困难时期努力去爱和坚持的人 尽管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批评 但更多的是一种新鲜和活力的感觉 一种青春的青春,一种愉悦的存在状态 即使他对我们提出了一些批评 惯心者将能够体验更多的世界 因为他有能力将交通引导到适当的方向 王一博被拍到在酷热的天气里洗车 杜华却抢着互斗拍视频 粉丝,虽然吃醋,但也很气愤 由于王一博在为弟弟洗车店工作时被拍到 他目前是新的追捕对象 就算是大热天 王一博还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才能拍完所有的片段 这几天气温一直在稳步攀升 而此时,剧组驻扎的杭州已经达到了40多度 真的够热 王一博拍摄热血期间 路透社频频爆料称 他要么穿着奥特曼皮加克跳大圈 扫垃圾,洗车 在早餐咖啡厅工作 还时不时参加这世界舞第五 季节 综艺节目的录制遵循 综艺节目的招牌格式 就是让人熬夜,然后上火锅 对一般人的身体化妆来说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粉丝一转身 就看到王一博的老板度化 正在用公司的一堆小互斗做视频 对于王一博的尸体被发现太晚了 这让粉丝们更加心烦意乱 之前度化上热搜的时候 是因为他带着公司的男女员工拍了一段他们卖口罩的视频 此前,这引发了一场关于他在网上用户中所做的事情的争论 但最近,网友们发现度化开始和一群不为人知的年轻艺人一起跳舞 他对此发展感到欣喜若狂 与月华娱乐签约最成功的演员王一博 为了为月华娱乐的财务上的成功做出贡献 在外面40华氏度的酷暑中辛勤劳作 他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坚定的承诺 否则,他的身后将有无数代电影人关注 王一博全力为公司带来收入 度化却像太后一样 带着一帮新员工在公司拍短视频 脸上挂着笑容 谁能看着这样的生活不觉得很甜蜜呢 他不仅凭借王一博的资源排在第一 还点赞了一些根本无法让观众记住自己容貌的小艺人 尽管度化的很多业务并没有显着推动公司的发展 真是不可思议 第一,一家受人尊敬的经济公司的领导 活得像个微商头子这句话 在网民看来,并不是对他的侮辱 但设身处地想一想 谁没有想到 他们有钱了就开一家经济公司 把帅哥美女都签到他们公司 你有工作就让他们赚钱 不赔你,你想想 谁没有想到过 但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想想看 已经有一些快乐了 除此之外 度化也松了口气 儿子的事情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维记时刻到了 少林寺有十八尊同像协助执法 当你真正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 他也是人生赢家 仔细想想 度化做了他这辈子最正确的事 也就是在UNIQ选拔的时候 王一博大放异彩的时候 并没有因为太优秀而放弃他 毕竟 他曾经说过 他希望自己的艺术家能够成功 度化并没有因为太优秀而放弃王一博 简直太好吃了控制不住 而懂得感恩的王一博 在成功的时候并没有决定解约 为了给度化源源不断的资金 他留在了公司 但是 这位女士并没有为顶级流提供经纪人或团队 顶流拍戏 在家玩个小鲜肉 所以 粉丝们对度化的态度如此消极 我真的无法抗拒 月华娱乐的粉丝有点小有名气 他们的粉丝可以在度化评论区找到 他们表示希望度化能够更好地对待自己的艺人 可是 度化还在卖口罩 不理会自己家里能赚钱的艺人 谁受得了 从粉丝的角度来看 度化是过人了 但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 他是想成为的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